我说疫情是一面招妖精 当你的人民都不能够撑下去的时候 你做一个寡头政治 过瘾吗 我过去几天也是一直在想用什么东西来比喻 后来我看到我身边这边不远就有一部洗衣机 你看每次我们开动洗衣机的时候不是很吵 很大声很大声 就好像巫统现在骂政府 骂到很大声很大声 可是你看那衣服还是在里面自己在转动的 马来西亚遭遇冠病疫情肆虐的当额 近期却有许多政治大戏上演 前内阁部长翁诗杰和时事评论员胡一山 就对时下的证据给出了新的形容词 就是所谓的这些政治人物 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是不是说跟民众已经脱接 他不知道民意 民心不向着他们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不尽然 我个人的观察可能不一样 因为毕竟我在这个官场 我也知道他们的一些潜规则 他们的一些文化 我也知道一些人的这种政治语言 到底说的是啥意思 什么意思 那么我倒是觉得很多现在的这个政治人物 有一种权力的傲慢 什么叫权力的傲慢呢 那就是Erogance of Power 英文所谓的Erogance of Power 意思就是他觉得你现在你民意不在我这边 人民可能对我很多的抱怨 这个抱怨那个抱怨 尤其是疫情如此肆虐的时候 那么但是他心里所想的 所盘算的就是我能够在这个时候呢 以我的权力保住我的种植资源 那么我能够保多久算多久 那么你民意你不在我这边不要紧 但是呢你暂时你还不能够奈我和 你只能够呢等下一届的大选 你要用选票来把我否定掉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呢 不是要靠我出了这个什么高人来指点 不是而是必须要回归到什么 back to basics 回归到最基本的就是 一个是common sense 一个呢就是呢 不要有太重的私心 好不好 当你命都保不住的时候呢 你再多的私心 你要再多的政治资源管用吗 当你的人民都不能够撑下去的时候 你做一个寡头政治 过瘾吗 我过去几天也是一直在想用什么东西来比喻好 后来我看到我身边这边不远就有一部这个洗衣机 是不是 你看每次我们开动洗衣机的时候不是很吵 很大声很大声很大声 是不是就好像巫统现在骂政府骂到很大声很大声 可是你看那衣服还是在里面自己在转动的 因为洗衣机特别大声到衣服整个被破散开来弄到到处很乱 不会这样的还是安安分分的在那洗衣机里面洗洗洗洗洗到干净为止 所以同样道理像刚才当时里所说 巫统最希望的就是现有的这个执政联盟仍然保持完整 他们巫统以及土团党以及伊斯兰党等等 是不是只不过大家的那个排位换了而已吗 就说以前是你土团党做阿头现在打巴勒我的我巫统在上面了 你土团党做第二了是不是 那么你没有丁是没有首相了的了 那么可能给你做一个就按开水探室里所安慰奖的时候不小心碰水了 实在太好笑了 没有首相给你做可能给你做人家新加坡都有吗 给你做内阁之政是不是也很高吗 所有那种各种的警察开路全部给你 所以也就是说可以的 总之我们巫统做头你做第二第三总之是这样 对巫统来说这真的是最理想的 所有官职可以继续保留 然后甚至还有更多一些巫统做头了吗 不是可以把更多的各种官职拿来分派了等等 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反对党的朋友说 你千万不要表错情 不要好像以为巫统不喜欢土团党啊 所以就喜欢你是不是 这种是没有直接能够画上等号的 巫统只是希望说他在这个 执政联盟里面他的地位得到提升 占了这个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